我们来看看这次走上街头抗议的不只是学生还有老师 而今天台湾出现第一个愿意用他的生命来证明台湾教育之荒谬的所在 愿意用他的生命来牺牲来告诉台湾人教育的口困 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我心情是悲痛的 我心情是沉重的 我对他 好不要再扯到什么统独之争 或是再谈到什么意识形态 我们光就流程来讲里面有多少黑箱教育部真的是谎言连连 另外请大家特别注意在这一次课纲微调不只改了历史科还有公民科 所以很多人搞不太清楚说历史科拿出来看马英九总统说的100个粗误 没有啊后来只归纳出17个粗误 不过就是名词上面一些小小的修正嘛 错了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首先我们请教黄一忠老师谎言一 教育部说课纲微调是2013年8月1号 喊起了国家教育研究院来检视评估课纲微调 有没有必要后来评估出来是有因为国教院在9月1号委托了普通高中课程客户的发展工作圈宜兰高中的校长来执行这个课纲的检视工作 可是后来一问这个校长校长说他完全不知情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他原本我这里有个表 这边有个表是说原本我这个蓝色的比方说9月1号的时候国教院委托了这个宜兰高中的工作圈 他来进行课纲微调的评估工作 他有4个月的工作期要到2013年的12月31号完整 所以原本应该走到绿色这边绿灯但是我这一份就是郑立军委员提供的揭秘录音带 这一份录音带我从去年讲到现在教育部从来不敢回应有这个录音带的存在 因为这就是关键的事实 这个事实证明了从这个红线出来 在2013年的11月23号里面 检核小组未经教育部的授权自行展开课竿微调 但是教育部帮他擦屁股 教育部说没有啦 那个也可以什么什么的 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当初开会的时候 检核小组提了临时动议来进行课纲微调 那教育部是后来才在对外宣称说 那个其实是合乎规定的 等于是在帮检核小组擦屁股 那这件事情在这个录音带里面 我的文章有提到 他们在里面痛骂 痛骂什么呢 痛骂现在这个101的课纲 刚刚任俊哥讲得很好 其实原本是98历史课纲 这个课纲是陈水扁时代修的 那这个课纲马英九一上台以后就把它废纸 所以你看课纲是可以由行政权直接废纸 那没关系 那他找了王小波等人 加进这个所谓的历史课纲的委员会 所以制定出101课纲 那这个课纲 后来王小波耿耿于怀 因为这个课纲是比较多元的 他有一些不同立场的 那王小波在里面没有办法充分地掌握他的意志 所以在这一份录音带里面 他们这些所谓的课纲委员 检合小组 这边大爆出口 骂差的差的 大骂痛骂 就在骂这份课纲 所以从这个录音带就证明 他们就是绝对要把他们的意识形态灌输到课纲里面 然后交给谁呢 交给当时就是这个会议里面的主持人 国教院院长柯华威 这个柯华威其实从头到尾 他在这个录音带里面 不断地感谢小波老师 我们一开始这里 柯华威国教院院长 他在这边这么多的里面 他感谢了不止四五次小波老师 小波老师 他从头到尾就在感谢他的小波老师 所以从这个录音带我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当国教院在八月一号 收到教育部这个客康微调的咨询 要不要启动的时候 他从八月一号到十一月 九月一号 应该是说九月一号 他还发给宜兰高中 这时候他可能还没有想到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 九月一号到十一月二十三号 这两个月期间 柯华威院长不断地 频繁地与小波老师 他口中的王小波小波老师 不断地敲出一个 所谓的客纲微调的版本 这个版本在这一天的会议 直接就通过过去 而且那个宜兰高中的校长 他说他是看报纸才知道的 好谎言二 教育部说客纲微调是采纳 基层教师跟学科中心的意见 但是事实上完全没有让教师 表达任何的意见 整个的计划执行过程 也没有通知学科中心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谎言第三 完全真的是谎话连篇 教育部说国教育在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六号十七号 已经完成了北中南三场公厅会 广征各界的意见 真的很好笑 来老师讲一下多好笑 我这里就有一份公文 这个是发给台北市的公文 他这里的收文 因为他发文的时候 虽然是一月十三号 可是你知道公文要有一些 往返的传递 所以台北市来讲 他是一月十四号收文 可是报名截止的时间 台北市的会议是在 这里 台北市的会议是在 一月十七号开 比较晚开 但是他报名截止 是前两天要截止 前两天截止 所以也就是说 简单来讲就是 我一月十四号收到这个文 我一月十五号就报名截止 这不是最夸张的 最夸张是南部 因为南部的开会比较早 但是南部的收文比较晚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南部的老师 一月十五号收到公文 但是一月十四号就已经报名截止 那我要讲的是 国民党这些辩议 所以这些所谓的 早老师来的座谈会 根本没有什么老师参加 对不对 根本没有报名 根本就没有报名嘛 但我讲的是最不要脸的是什么 他这几天刚好是那个时候断考 各校的期末考 老师最忙的期末考 他开公听会 现在国民党怎么辩解呢 他们有个辩误小组 他说虽然公听会 他们也承认这个有瑕疵 国民党的辩误小组 他们承认说这个是瑕疵 但是他们怎么讲 他们说事实上 就算老师没有报名的话 直接去现场参加 也可以参加 或者是打电话说 报名时间截止 我打电话去可以报名吗 他们说可以 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 这是一个混淆事题 我是老师 我收到这份公文 课康为一条 我想要参加 结果当我发现 报名已经截止的时候 你根本连电话都不会打 我根本不会打电话 我也不会什么亲自去那种东西 我就算了 就认了 所以这才是事实 但他们现在这些 国民党这些辩误小组 开始瞒天撒谎 说什么也很多老师参加 这真的是 不切实际的谎言 黄老师你没有参加过那个围标 这个跟围标的话 黄老师怎么会围标 那个投标 投标国民党在A前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 贴上去 然后用电子板 贴上去就马上拉下来 所以我有贴了 然后一贴上去就赶快拍照 然后贴上去就吃下来了 我们来看谎言四 高等行政法院在今年二月 就已经判决教育部 必须把审查过程的相关资讯 对外公开 但是克刚审议会议的委员名单 还有他们的个人发言 如果公布的话 哇 会冲击整个行政体系 好笑了 这就是他们不肯公布的名单 还有个人发言记录 因为这个发言记录里面 都在爆粗口 而委员名单 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 你讲的 怎么这个王小波老师等人 这些 而且都是统和会 里面的具有特定立场的 一些少数人士 真相是法院判决处 已经明明写了 就是说这个是错误的 而且这个部分是违法的 因为在过去 每一次克刚的 这个要改变的话 委员都是公开的 哪有你说的那么有问题 克刚为条的讨论 相关其实攸关大众公益 所以当然必须要接受 社会的监督 好 这是我们看到 法院所说的谎言 我们要来拆穿他 赵玉部说 当初最有争议的是 二零一四年 一月二十五号 克省会高中职分组会议 部长说他仔细听了录音带 当时你看是共事局 大家鼓掌通过的 所以哪有什么表决 不公开的问题 但是问题就来了 当时的一个主席 叫做汤志明 结果他告诉大家说 当时的表决是十五人同意 八人反对 为什么当时的主席 跟我们的教育部长 讲的完全是两套话 事实上按照我们内部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事实 不然我们今天不会从去年二月 就赶出来抗议 各位想想看 去年二月的时候 我们只是教育部下面的老师 我哪来的向天借胆 哪来的狗胆敢去跟自己的长官抗议 那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里面有事实 什么事实呢 在这个重要的分组会议 这个会议通过以后 一月二十七号大会 就直接课纲公布 那问题就是 如果这个会议没有过的话 一月二十七号的课审大会 没有办法开 所以汤志明在背后有个压力 他就是一定要在这一天 把这个会议通过 那结果他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在会议上 有委员开始质疑 质疑什么呢 我这里 这是汤志明自己在报告的 他说委员质疑事项等等 这里有三个三点 其中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 他说公厅会制 课审会期间 审议期间过于仓促等等 据说按照我们自己知道的情况 当天是大吵 就是这些委员 根本不想帮他们背书 所以大吵大闹 就在那边吵吵闹闹的时候 汤志明压力来了 因为他一定要那天要过 他不过的话 过两天的大会没有办法开 所以据说当时的情况是 汤志明是把票 请委员写在 写投票单 然后写说你同意或不同意 然后他并没有当场开票 他是把票带为加开 这里面的问题 我们质疑的是 有人 有委员是写 不见得是写同意 他的选项没有 就是说可能我写的是修正意见 修正后同意 就我没有同意或是不同意 但是 或者是我未表示意见 对 或者是未表示意见 据说他把他这些 通通视为同意 所以那15票是这样生出来的 这也就是为 结果我们后来听吴思华讲 吴思华说他听录音 他是共事局 什么拍拍手 然后汤志明就说 汤志明的说法是 共事局 他们的共事是拍一拍手 然后把票带回家投票 天底下 哪来的开会是 拍一拍手说 我们可以把票带回家投票 没有这种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坚持说 依这个政府资讯公开法的规定 要把这个会议记录 记名投票单全部打开 我再跟各位讲一件事 一般说来法院的判决 顶多就是判决说 你公开会议记录就好 各位 这一次的法院写到什么 必须把委员的名单 还有记名投票单 一并公布 判决书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 记名投票单 这就是真正的关键 所以我们那天去 台北市政府抗议 就要求汤志明局长 因为汤志明局长 什么都知道 可是到现在 他并没有对这件事情 他躲起来 他并不见面 他不肯正面回应 他说人在美国 我什么都讲 其实柯文哲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觉得柯文哲 你可以 比方说王议员 你将来咨询汤志明 就直接跟他讲 你就把当天的事实 全部公布 他只要把这些事情 来龙去卖 全部公布 就可以完全证明 教育部在后面做鬼 因为汤志明 我相信他不是主导者 他是背后有压力 他的压力来自谁 请汤志明讲出来 这件事情就解决 其实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已经讲了大概三到四遍 有关于这里面 所有的黑箱问题 但是在当时政经现实批 不断关注课刊 我一条事的时候 很多人都还并不经意 也不在乎这件事情 现在为什么要再说一次呢 因为社会的氛围 吵的东西 实在是太混淆了 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再告诉你一次 这里面有多少的谎言 跟黑箱必须要拆穿 而品真 你们是不是就是从头到尾 都了解这些过程 所以你们才站出来的 当然啊 就是不管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跟我们稍微提到 或者是后来 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个议题之后 自己上网去Google的 我们都在事前做了蛮多准备 然后其实那时候 我们做了超多准备 就是为了要去参加那一场座谈会 就在六月初的时候 在台中一中那一场 对台中一中第一场 它总共办了四场 然后我们要准备参加四大附中那一场 只是后来还被取消了 所以我觉得那是 燃烧学生第一个愤怒点的 一个爆点 对 只是后来那分头群织 是一直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到现在 因为就真的我们一直以来都是 理性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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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来也没有做过任何一个 比较夸张的行为 因为当初我们北高的想法是 我们尊重每一个学生 他们可能对这场运动 有不同的期待 不同的看法 因为有些人可能愿意为了这个课纲断手断脚 有些人可能愿意 只愿意为了这个课纲在电脑前面做键盘声援的动作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完完全全就是尊重这样子 所以是一直到这后来到七月底的时候 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如果真的不再做一点事情的话 那么这个政府体系 这个教育部是不会理我们的 主持人我们要问品真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品真请问一下 反克纲运动的本质和反服貌一样是台独运动的一环 你是不是台独分子 你说我个人 你个人是台独分子吗 你的家里都是 他们这个年纪没有台独 问你第二个问题 他们出生就是台独 反克纲运动的学生 比黑社会还可怕 你是不是中山柠檬 你不知道什么叫中山柠檬 中山柠檬就是去年底杀了台湾一个夜店 在里面把警察拖起来杀死了黑道 我告诉各位 不要用这样扣帽子的方式 扣在这些年轻的小朋友的身上 他们很单纯 运动很单纯 不要用那种扣帽子 你就是政党奥援 你是黑社会 你就是文革 另外我们还要再拆穿马总统一个谎言 他说这次没有啊 我们是把二二八加进去了 我们没有删除二二八 他讲的是历史 我们来公民老师 公民里面为什么把二二八给删掉 而这样的删掉白色恐怖跟二二八 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马英九 真的不知道是真的不懂还是假不懂 我们从头到尾讲三调白色恐怖的部分就是公民 从来没有讲过历史三调白色恐怖 那马英九一直说历史课没有三调白色恐怖啊 拜托牛头不对马嘴 重要性在哪里 你觉得二二八必须放在公民里面 他说算了历史就好啦 历史提过公民不用再提啦 公民干嘛提二二八呢 我这里是就是克钢 这个是旧版的克钢 原本未调整钱的 我打蓝色的部分就是原本的强迫举例 原本的公民克钢在介绍人与人权的时候 他提到说人权为何应该受保障 他举了一个例子 例如我国的白色恐怖 德国纳粹 这里算是强迫举例 就是说简单的讲 他的初衷就是说 我们在讲人权的时候 人权非常重要我们知道 那如果你没有保障人权的话 会有什么下场 会有什么悲剧产生 那当然我们要拿自己的台湾当例子 白色恐怖是一个悲剧 所以他这边写在这里 可是跟各位报告 他们的说法是 这些克钢简合小子他们的说法是 他们把白色恐怖拿掉 是说这里 这个是新版的 他将原来的白色恐怖 良心犯德国纳粹拿掉了 他当初就给我理由是什么 我这边要好好打脸他们一次 他的理由是说 因为白色恐怖在历史课本已有叙述 他要帮公民老师减量 我跟各位报告 教育部当初的说法就是说 他要帮公民老师们减轻分量 因为白色恐怖反正这边有讲 历史课有讲的嘛 你公民课不用讲 我跟各位报告 如果教育部的论证属实的话 要帮我们减量的话 那为什么要加上中华文化传统 我们在一样的克钢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给我两分钟就好 一样是这里 这里是公民的多元文化课程 原本我们讲多元化的时候 我们怎么讲 这蓝色的是原本的 介绍文化权与多元文化 例如什么什么 这没有特别提到什么 就是多元文化 台湾的多元文化社会 新的克钢不是这样吗 新的克钢 来 这里 一样是多元文化 我红色的部分 就是它新加上去的部分 它上面讲强迫举例 这个就变成强迫举例 它怎么说 说明台湾社会所具有的 中华文化传统 并介绍文化权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做法就是说 要你在写课本的时候 中华文化就要加进去 而且是主题 所以我们看到课本 新修改的课本 就被强迫举例成什么 这里 这个是被强迫 原本没有这一段 我打红色的部分 就是被强迫举例的部分 课本 这是课本 三明版的公民课本 主要 台湾的主要都是 中国大陆一路的汉人 因此台湾社会 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 等等等等 它不断的要强调 台湾社会跟中华文化的连结 那这是不是增量 各位 这样是不是增加我的负担 增量 可是他当初说 删掉白色恐怖是要减量啊 所以你在说谎 你减量的结果 你是帮我加上了中华文化 然后把公民课 最重要的白色恐怖 课纲 整个删除 结果更不要脸的 各位 我跟你讲 教育部真的说了一堆的漫天撒谎 他们现在说 按照新的公民课本 其实有三个版本的白色恐怖没有删掉 还是留着 我跟你讲 跟各位报告 他们讲的是事实 其中只有两个版本删掉 一个是三明版 一个是康熙版 可是各位想个问题 为什么康熙版跟三明版 要把他课本原本的白色恐怖删掉了 删课本是要花钱的 他被疫情委员重新编写 所以以三明版来讲 他原本写这么多洋洋洒洒的白色恐怖跟228 他为什么要全部删掉 他势必受到压力 那为什么有三个版本没有被删掉呢 跟各位讲 因为我们去年出来抗议 我们去年二月就盯上了白色恐怖这件事情 所以教育部的那些审查委员 我相信他们在审查的时候 对于白色恐怖一定会放水 这也是为什么有三个版本 最后留下了白色恐怖 而教育部就说 是三明版跟康熙版 自己要删白色恐怖 他们没有要删 这是天大的谎言 好 事实上为什么 在这个228必须要放在公民里面 因为他的标题是 人权为何应该受到保障 在里面公民老师 必须要带领着所有的同学 去思考一件事情 要如何介绍公民社会保障 人权的必要性 同时举例说明 人人都有免于恐惧的尊严生活 以及藐视人权的历史教训 那么在这里 我们特别要带您看台湾史 其实微调前是有1937个字 微调后是2404个字 所以是增加了一些内容 我们现在讲的就不是公民课了 我们开始讲历史了 好 被修改的是1169个字 中国史修改了3% 世界史改了2.2% 台湾史改了60.4% 有六成遭到修改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统计 这是周婉瑶教授所提供的 早期台湾史的部分 微调了56.8% 日本统治时期39.9% 中华民国时期 当代台湾139.3% 合计是60.4% 我们看到特别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当代台湾史 被改到了139.3% 我们另外再看看 真的像这个政府所说的 只有17个可疑之处吗 好 在这里当然除了有大汉沙文主义 置入在这样的一个课本里面 当然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们来往下看下一页 事实上是有错误的部分 比方说强调清朝跟中华民国 对台湾的贡献 以及台湾人和祖国的连结 这个部分违背史实的是什么呢 台湾与甲午战后晚清变法运动 跟辛亥革命的互动 新增加了孙中山先生 来到台湾寻求台湾人的支持 以及台湾人参与革命 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好 朱婉耀老师认为违背史实 另外新形态本土知识精英的形成 还有受到了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作为 也就是说台湾很多的知识分子 是受到了祖国五四运动 跟新文化运动的滋养 这也违背了实施吧 台湾的白化文运动比日本还早 比中国还要早 台湾在日治时代 就已经有很多当时的作家 去推动白化文运动 事实上是比发生在中国的五四运动 来得更早 因为当时其实你了解 日治时代台湾历史的知道 当时台湾的教育程度 跟平均国民所得 大概在亚洲是排名第二 仅次于日本这个国家 然后这一次在历史课本里面 还有一个很离谱的 就是他把接收 旧课本的接收 他把它改成光复 我们就来看一张照片 历史的真相 这是当年在中山堂 当年叫做工会堂 台湾 台湾受降的照片 大家注意看 那个舞台的后方 有四个国家的国旗 分别是俄罗 苏联 美国 中华民国 以及英国的国旗 好 那我请问这些主张 光复是何县的课纲委员 如果是中华民国光复了台湾 那关其他三个国家什么事 你们凭什么在典礼上挂国旗 中华民国光复台湾 关俄罗斯 关美国 关英国什么事 你们为什么可以挂国旗 所以历史的真相是什么 历史的真相是当时是 中华民国也就是蒋介石的政府 他是代表盟军来接收台湾 所以为什么当时的同盟国 包括苏联 包括美国 包括中华民国 包括英国 因为当时法国刚 欧战刚结束 他四个国家国旗就在上面 因为代表说这是四个国家共同 那只是由中国国民党军队代表来接收 这个是历史的事实 可是你就要把它改成光复 我请问大家 台湾一八九五年割让给日本 中华民国一九一一年成立 中华民国从来没有拥有过台湾 何来光复起 我不能拿人俊的手机 我剪刀这我手机我光复了 这不是我的啊 这叫抢劫 这不叫光复 所以这里为什么 我们要重新再一次提客官微调的内容 或许很多人说 哎呀这没有收视率了 你们一定要去看抗争的现场 但是真的基于理念的问题 必须让大家很清楚的了解 这个问题的本身的产生 他的经过跟他的后果 大家才有办法去做比较正确的判断 而王小波教授 他居然还说求蔡英文放过孩子 为了孩子 我跪着求蔡英文 不要再搞红卫兵的那一套 但是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年轻的生命 林冠华 他说什么 教育不是政治的工具 所以在这里请所有课纲微调的教授 特别是王小波老师 不要再糟蹋 用生命就唤醒理想的这位年轻人 他的职质 来 品珍 就像我刚刚一直在讲的 就是今天其实对我们这群高中生来讲 因为我们到底就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而已 那其实一个伙伴走对我们来讲 他的伤害是有的 那么如果到今天大家还只是在focus在 到底是谁在煽动我们 到底是谁煽动一个人去自杀 我想讲出这些话的人 他们可能没有想过这些话对我们来说会是多大的伤害 因为在他做出那个决定的当下 甚至在我们得知这个消息的当下 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甚至那些可能就是像我自己 我手机是直接关记的 因为我不敢接任何记者的电话 我不敢接任何媒体的计划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回应他们 我不知道我要用怎样的心情去告诉他们说我的伙伴走了 我不知道怎么样告诉他 这两三个月走下我们心里是如何 所以我觉得在讲出这些话的当下 真的要想过这是一个生命 而且他是用他的热血去燃烧一个 可能他想要让大家知道的事情 那我想这不该变成任何一个人嘴巴里面随口说说的 可能玩笑话或是随口说说 然后想要去伤害任何一个政党 或是伤害跟你对立的人的一句话 因为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伤害 因为我们就真的只是高中生力 我们努力去了解我们 我们可以熬夜去认真去 努力去读一个课纲 可能就可以去比较他的真位 或是比较他的好或是坏 我们可以去比较他跟史实上面的差异有多少 我们可以就是流很多汗 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用一天的时间 或是用几个小时的时间 就去忘记我们一个伙伴离开我们的那个痛 就是其实现在有蛮多就是医生愿意免费提供我们帮助 如果我们team里面有任何需要可能需要辅导的孩子或什么 他都愿意提供帮助 那我想这对我们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忙 那我们每一个人目前就是收拾好情绪 然后还是要走下去 马英九总统跟毛主席院长也说 尽可能的帮助所有的家长跟学生他们的需要 然后也指示了教育部 说尽量进行沟通 但是教育部这边 府院也已经特别定调了 说这个课纲并没有错 还是在8月1号要推行 所以你们该怎么办 即使吴思华现在就是不下台 而且他也是还是没有要撤 你们所有的诉求他都没有打算理会 明天太阳一升起 就又是一天 那你们要怎么办 一直坐在那里吗 最后变成说你们是报名 你们来乱的 你们要怎么办 我先那个谢谢就是马英九总统跟毛主席 他说愿意提供协助的这件事情 因为愿意提供协助 就谢谢嘛 那对于思华部长到现在 还是持续跳针 然后不愿意正视我们诉求这件事情 我想就像我刚才在一开始讲的 我们真的都不意外 那因为我现在不在现场 所以我其实真的就是不太知道 现场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我相信他们也在开会 在讨论接下来的目标 就像今天其实总统也在早上就有放话说 我们不排除再一次升级行动 去更高的行政机关 可是这真的不是我们要的 因为我们 老师一直在摇头 老师不赞成 我一定不赞成啊 我也不 就是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因为走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多的是无奈跟无能为力 就其实我一直觉得就只是因为我手上没有一个投票权 就是因为我手上没有那个权力可以去撼动政府 所以今天我说的每一句话 他们都可以因为 他们都可以听听然后就算了 他们就是可以这样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今天三个月之后 我看到我的伙伴离开我了 我才第一次看到吴思华先生 所以现场的资深媒体人或现场的政治人物 他们该怎么办 有人有解吗 我可以这样讲 如果府院党还这样一意孤行下去 那么你们绝对可以撼动这个政府 如何撼动 民运元宇16号就是你们撼动政府的时候 那你们就不需要等到投票那一天 你不要以为你没有投票权 但是非常多有投票权的人他会撼动他 来 仁俊 我想这样就是说整个的发言 我想品真做了一个很好的说明 没有人仇视这个政府 我觉得政府今天错的这一点 他把所有走上街头去表达意见的人 他都把你视为是对不起你是非我族类 所以你们今天走上街头你就是仇视我 所以我会用一种很消极的态度去面对 我认为这才是这整件事情 真正的根本的存在 我们今天看到的行政部门 用这样的方式面对 立法部门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 而且就换取另外一半他们要的选票 对 一样是在做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会觉得难过的是说 我今天看到品真做的那个地方 我想到我自己的小孩 我小孩没有他这么大 但我为了 我也一直告诉他说 他应该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或许未来我会面临到 他更大的情绪上面 或者很多思考上面 会跟我不一样说我该怎么做 我真的必须要讲 我们的政府没有人仇视你们 他们只希望你能够听听他们的声音 士坚哥你有解吗 我认为在民进党 重新再起来执政之前 其实这个事情无解 因为就像刚刚讲的 在这些统派在马英九的眼中 我们这些人 你们这些学生 就是民还不离 但是叫做民进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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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在播出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